他却不紧不慢地说,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美国总统卡特陪同邓小平,一起观看了肯尼迪艺术中心举办的文艺晚会。 演出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走上舞台,亲吻了这群演唱中国歌曲的孩子们。 卡特在日记里写道,他亲吻了许多儿童,不少观众因此而感动地流泪了。 参议员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但这次演出后,他说他们输了。 在邓小平访美期间,2000多名记者参加到报道的行列。 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晚间黄金时间,成了邓小平时间。 数百名议员、官员和各界知名人士,会见了邓小平。 数千人直接听了他的演讲。 中国对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从来没有以这样直接的方式,为美国公众所了解。 邓小平 让世界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他同时也认真聆听着来自世界的声音。 正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邓小平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有了新的判断。 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敏锐地看出,当今世界的两个问题是和平与发展。 他说,这是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举重若轻,抓住本质。 纷繁如一团乱麻的国际形势,在邓小平的眼里就是如此简单。 在宴席上,邓小平是豪爽的。 在同客人干杯喝完后,他有时候还按中国的习惯量一下酒杯。 民族做的一切就保证改革将会进入下一个十年。 这样大一杯中国烈性酒,邓小平能一眼而尽。 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觉得不可思议,看了看也喝了。 从他的豪爽中,客人们或许感受到一种讲信用,说话算术的风格。 1982年8月,他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说, 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 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术。 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 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经济发展,是中国不变的追求。 1985年6月,在北京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的当天,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裁军百万的决定。 他还说,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撒下了和平的阳光, 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走精兵之路,建设现代化国防,创造了条件。 1989年,邓小平在北京会晤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 事先定下了只握手不拥抱的历劫仪式, 意在向世界表明,两国之间不会回到过去的结盟关系, 而是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谈中,他说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名言,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无论是结束过去,还是开辟未来, 在邓小平心中,都有一个无比沉重的历史天平, 那就是坚定地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 1982年,他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香港问题。 当对方还坚持认为三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 甚至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时, 邓小平的回答质地又生。 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 就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 不管有什么方式。 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宿问题。 一国我们根本看不懂, 中国将考虑接受香港的时间和方式。 他还说,如果不收回香港, 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 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针对台独势力, 企图分裂祖国的阴谋, 他更是从战略高度, 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心。 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 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的承诺。 一国台湾党军永远不跟我们谈判, 怎么办? 难道我们放弃国家统一, 但是这个绝不能够轻易使用, 但是不排除使用武力, 我们要记住这点。 这算是一种战略的考虑。 20世纪80年代末, 90年代初, 随着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 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上官大局的邓小平, 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 稳住阵脚, 沉着应付, 有所作为的应对战略。 他反复强调, 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办好自己的事, 总是要着眼于未来。 从1979年开始,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 中国有了植树节。 每年的植树活动, 他总是带上孙辈们一起来。 开始的时候, 孙女在一边看着。 接下来, 爷爷和他同时一把铁锹干了起来。 春风秋雨, 一仔仔, 树长高了, 人长大了。 邓小平称,